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开打股市暴跌背后的黑手 上一周上海和深圳的股市都暴跌了13% 共蒸发了9万亿人民币 导致了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接着证监会发行部处长李志玲被捕 之前央行行长戴江龙和其女婿车锋被查 那么股市的暴跌跟习近平打虎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对习近平打虎有什么好处 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 习近平打虎他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和一个稳定的民心 股票股市的大涨大落暴跌暴涨 风流也好是病凶也好 对习近平来说没什么好处 他是不需要这个 他需要的是一个股市的这个缓慢的 但是一个持续的增长 其实呢 这次股票涨跌这个过程之前 习近平阵营的人就不断地发出警示也好 这个劝告也好 我们知道首先是在4月底 也就是第一轮股票上涨的这个时候 胡舒立财新网的主编 他在财新周刊上发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叫做这个风流有害无益 这里面当然举了很多的例子 也讲了很多的分析等等 然后接着呢 证监会在4月份的时候就不断地发出 要限制场外配置 也就是各种杠杆力量 对这个股市进行融资的这种力量 要进行限制 当然这个现在有各种的金融延伸品 各种形式都有 所以证监会提出要进行限制 而且证监会在当时就不断地 对股民提出警告 要量力而行 不能够盲从 因为这个股市是有风险的 然后呢 李克强在4月份也提出来 就是说对股市不要人为的加温神热 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这个王岐山李克强 他们已经认识到 这个股市啊 是江派能够利用来进行脚水 进行捣乱的一块领地 所以他们事先就警告股民 不要盲目的进入 而且呢 就是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要尽早退场 那么这是第一点 习近平打虎 跟这个股市的葬落有什么关系 第二点我觉得啊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习近平阵营不断地在政策上 发出各种警告 那么为什么股市还会暴涨暴落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四点原因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第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条件性的原因 十多年以来啊 中国的这个股市发展 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惯性力量 这个惯性力量表现在两点上 第一点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成交量 就是现在每天的这个成交量 在一两万亿这个人民币啊 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以前的话也就是三四千亿 这个人民币左右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融资力量 融资形式的形成 各种金融延伸品 你比方说这个厂外配置 是吧 加上厂内的这个两融这个配置 现在加上加在一起 现在已经达到大概是有三万亿 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数目 是吧 另外在2014年统计的话 全国的这个融资公司已经达到了近万家 是吧 这个力量也很大 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通过股票市场 利用现存的各种的这个机制 来进行新工作了 来进行这个政治上达到政治目的的一些操作等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在想好 就是说江派的太子党 以及跟他们有利益关系的这种高官 之间已经在金融界 已经渗透很深了 这些人如果要动一动的话 那么对这个股票市场的话 会起到很大的这个搅水的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那个刘云山的儿子 刘乐飞 他曾经呢 是这个中国人寿投资管理部的总经理 掌管着近万亿的投资资金 然后呢 他又这个转任 是吧 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和总经理 像这样的这个太子党的这个成员 是吧 掌握着这个金融的很重要的角色 也不是一个两个 你比方说像这个江振明的孙子 是吧 王振的儿子等等 这些人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证明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参与了这个股市 这个暴涨暴落的这个搅水 是吧 或者捣乱 但是他们如果说 要在这个里面起某种作用 要跟江派是吧 他们的父辈做一些事情的话 这是能够起到搅水作用的 这就也就是说 李克强反复强调的 叫什么 内鬼 他们能够起作用的什么呢 他们就是能够利用现存的 这个政策的变化 是吧 和杠杆机制 这两点 政策变化 这个本身 有人把它作为理由 杠杆机制 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理由 其实它是死的 要人在里面操作的 这些人呢 他们可以利用政策的变化和杠杆机制 来进行交水 进行大盘的进出 是吧 来带动股市的大涨大落 所以呢 这里边就是一种潜在的黑手 这种作用呢 实际上这个习近平 王岐山李克强 他们是看到的 所以呢 李克强在2014年 他就提出来 要查两类现象 第一类呢 是高官注册账户 进行炒股 这个要查 还有一个呢 是国内的基金 通过这个地下的金融渠道 进入香港炒股 因为什么 有很多的所谓的热钱也好 说这个外资也好 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外资 它实际上是这些高官 这些太子党 把钱转移到国外以后 再出口转内销 来进行炒股的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我觉得啊 长期以来 在广大的股民当中 形成了一个 就一夜置付的这种心理状态 当然现在中国 现在大概有 近两亿左右的股民 是吧 这些股民 当然现在中国的投资 这个渠道非常窄小 是吧 房地产现在在衰落 是吧 另外的话 也没有其他的银行 放在一边钱 眼看着就缩水 那时候股票呢 可能就是唯一的 现在能够投资 这么一个领域了 但是呢 这些人实际上 大多数人 是吧 这个都是一个 陪伴者 受害者 因为 这些人都信息的了解 是吧 对这个中国股市的 这个内幕 这个涉水 怎么黑 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太了解 是吧 有时候往往是什么 股票上去了 他们再投进去 这个时候 股票上去就要跌了嘛 你进去以后 肯定到时候是受害的 这一轮的这个股票 暴跌过程中 我估计 大概每一个中小的 这个股民账户 大概都损失了 有十来万左右 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 监察机构内部的内鬼 也就是这一次 证监会 发行部处长 李志玲 是吧 被抓 李志玲是管什么的 他是管融资的 就在融资 审核的 这里边就有 很大的寻租空间 那么这次 对他的起诉 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罪总 是吧 第一个 他的这个配偶 利用这个 他给的这个股票 内部信息 进行非法股票买卖 第二个呢 就是 纸巫犯罪 这个纸巫犯罪里边 就有蹊跷了 是不是跟江派 太子党有某种勾结 或者说 在这个股市的这个 帐落当中 它起到什么作用 这当然都有 对于这个揭露 是吧 总的来说 有这么四个原因 第三点 也是最后 这个习近平 王启山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对这个金融界的 太子党进行诊肃 我们知道 今年二月份 中纪委开始 对72家央企 其中就包括 金融企业进行巡视 然后到三月份的时候 中纪委和中组部 开始对 前央行行长 前天津市市长 戴香龙 约谈 戴香龙啊 这个 猪童到豆子 就是供出了 五十多个金融高管 在当中 是不是有 这个江派的人物 我估计是有 可能还是不少 然后到今年六月二号 戴香龙的 女婿车锋被抓 我们知道 这个车锋被抓的话 一方面当然 抓车锋 那就是针对 这个戴香龙 这个毫无疑义 另外的话 车锋也是跟 被抓的这个 官部副部长马健 跟那个高官 郭文贵都有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郭文贵跟这个马健 实际上 他们的背后 就是郑庆红 还有呢 戴香龙 在担任这个 天津市长的期间 至少有33个 法轮功学院 被酷刑致死 是吧 实际上他们 都是跟江派有关 而且手上是有血债的 所以说习近平 选择从金融界入手 来抓 戴香龙和车锋 实际上 我觉得就是 针对江派 来进行清洗 从这个 习近平目前 打虎的态势来说 一方面 从最高层 对江振民 郑庆红 进行围剿 另外一方面呢 在拆卸 江振民的 这部镇压机器 是吧 把他螺丝钉拧掉 把他部件给卸掉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不是叫做 打虎缓刑 而是说呢 在打江派 这个问题上 是老虎 苍蝇一起打 从上到下 彻底的解体 江派这个阵营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